公眾地方往往是 拆人落手的最佳地方 拆人有時候會單獨作案 也會有兩三個人 又或者一群人聯手作案 而且形式多樣, 手法隱蔽快速 這次要說的案件 就是大家經常看到的場所 你們猜不猜到在哪裡呢? 你怎麼購買的? 你真沒用的, 我帶你十年了 我也不斷入球了 你看看你, 你在做什麼? 我還沒出盡全力 我今天打算來出新行 而且我要把錶子疼著 不跟你打那麼多賣身球 你這樣笑我 讓我出盡十成功來看你怎麼輸 對了, 厲害了, 富貴人 拿著漂亮的錶子給我打球, 把錶子疼著 你試試, 除掉錶子 我讓你輸得心服口服 不差勞三勞四 好, 就除了跟你打一場 走吧 我真的會告訴你 我真的會告訴你 來, 堅哥 我都說除了他錶之後 出十成功力就不夠打了 厲害了, 進了幾球, 二文二武 對了, 你剛才那個漂亮的錶 挺漂亮的, 試試看 好 堅哥不見了他錶 剛才明明看著你放在那裡 沒有?沒有, 他被人偷了 九成九都一樣, 趕快報警吧 不過話說回來 剛才打完球, 全身臭汗 洗澡完澡才過去, 好嗎? 你怎麼這麼瘋狂? 錶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也不緊張嗎? 也怪自己黑仔 始終打完球, 全身臭汗很不舒服 對, 你富貴, 你有錢, 走吧 甚麼都放在那裡 我先拿把袋子洗澡吧 我真是這麼瘋狂 你準備好了 我先拿把袋子洗澡 放在那裡 我設置了 人oires 通常 放在那裡 的 好, 爽快 這麼久? 水又熱又激, 便要沖久一點 找什麼? 我的袋子呢? 我坐過來也不見有袋子 不是吧, 又被人偷了? 好 你真可憐 我都說叫你把袋子帶進去洗澡 是不是? 那怎麼辦?報警吧 但是我這樣 看見你穿衣服可以嗎? 穿衣服就沒有了, 出汗的 衣服, 出汗的, 護護 我幫到你盡了 沒辦法 好 很多時候都是因為事主大意 沒有好好保管好自己的財物 就像片段中的阿龍一樣 就這樣把財物放在球場 和跟衣室的長椅 就走了去打球和洗澡 以為沒有人會偷? 正正在這麼短的時間裡 就被賊人偷去所有財物 賊人之後會以事主的信用卡 去到連鎖店購買高價的電子產品 名錶和皮具等等 再在網上又或者帶去其他地方套現逃離 嚴重一點的 賊人還會無認事主的身份去借貸 所以市民除了要提高警覺之外 還可以考慮找朋友幫忙看管財物 帶入浴室入面 又或者鎖入儲物櫃 最後如果大家真的這麼不幸 不見了身份證和信用卡 除了報警之外 還要通知信用卡的法卡銀行 以免給賊人到用身份去救物和借貸